部署加上有奶酪 老鼠宝宝就往上跳 哎呀 后销已经中招了 这份惊喜还满意吗 放心 只要拆除炸弹计时器 你们就能安全脱身 不过 如果失败了 你们就要一起上天咯 现在 你们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没能亲眼看到 可真是遗憾哪 这次只是警告 再有下回 你们可就没有这么好运喽 我可都警告过你们了 这次 我要玩真的了 别说我不给机会哦 唐生们的控制台就在里面 两位 四求多福呢 快 你去那边 门开了 我们快走 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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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做了什么 哼 我也想知道 他们都对他做了什么 但是 英雄打败了魔王 公主 却再也醒不过来了 多么残忍的结局啊 瞧你的样子 和那时候的我一样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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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到底是谁 好问题 你觉得 我到底是谁呢 桃子 还是花花 塞米尔 一直都是你 你在耍我 当然是我咯 真正的匈马 一直睡在那边的罐子里呢 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失落 惶恐 还是 发现自己被人愚弄 只剩下愤怒和迷茫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以为我想要什么 我的心情 你根本不明白 我找了他那么多年 我看到过他的脸 我以为自己已经有了答案 但是 那个人根本不是他 他们顶着我朋友的脸 好像那些东西本就属于他们 匈马 就是提灵寺 这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提灵寺的原始数据 那个跟我一起长大的人 就活在这块小小的芯片里 我不想看着那些人 用他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 那生我觉得恶心 塞米尔 你听我说 我不会再把他交给哈加德 回去告诉华晶博士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塞米尔 塞米尔 桃子姐姐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这个研究